安特蒂·布林肯恩 現在已經回到華盛頓 但也沒有失敗 暫停火的決議 以哈停火協議再度陷入僵局 布林肯第九次前往中東 依舊無功而返 事後還全出拜登特別打電話 給納坦雅胡施壓 要他退一步 放寬停火條件 但以色列就是不理會 我們看到他能夠 提供更多壓力 越來越戰鬥 他能夠使用任何新工具 相傳以色列最新提出的條件 是要在埃及邊境的廢城走廊 以及切割南北加薩的 扎里姆走廊長期部署軍隊 然而這兩處具重大戰略價值 引發哈馬斯不滿 更痛批美國是在幫助 以色列拖延時間 此外引發談判破局的恐怕還有這一樁 根據紐約時報報道 日前才說自己願意在以哈戰爭中 光榮戰死的哈馬斯 新任領導人辛瓦 提出的新停火條件 竟然是要以色列 必須保證他的人身安全 而且不能試圖暗殺他 他已經是 以色列會滿足辛瓦的要求嗎 恐怕不容易 不過確定的是 戰火下的無辜平民生存更難了 因為在加薩的人道救援區再度縮減 只剩下1萬英畝相當於4000公頃大 雖然接到以色列的擴大撤離令 但移動到哪才是安全的 加薩百姓心中沒有答案 三里新聞掌聲報道